大家記不記得早前我不斷貼我的寶寶照片呢? 其實我已經接受了一個挑戰 就是我要重新演繹我小時候的寶寶照 我早前就問了大家 究竟四張照片中選哪個造型最好 最高票數就是 右上角這個瞇眼粉紅色寶寶 迷人聽Lady 我今天就應該要找這套衣服出來 裝這張照片 我有的預算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一百元 時間是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也多 那來吧 OK的 尖沙咀 尾枝 這裡去尾枝 開車的話 都半個小時了 首先我會看五元便宜到少 因為我只有一百元 所以我要省著看 還有這次的目標很清晰 我只需要找粉紅色衣服 真的便宜到少 但我找不到 粉紅色 不行不行不行 我相信我有點太囂張 因為這裡真的很多衣服 哎呀 還要找褲啊 這個很棒 但這個不適合主題 我找到背心了 但它是格子 那怎麼辦 1,020元而已 OK啦 先拿著它 這個褲呢 對就對 不過是我小時候的尺寸 這間裡面太熱了 這個熱褲 不可以 剪短一點也很像 我先問一下多少次 40加20 才是60 我現在還剩 160 40 我還剩40元 真的 我還可以想想 怎樣做得更適合 我想找到圖裡 紮邊的粉紅色橡筋 那就100%適合 九手 沒有100 橡筋 我真的沒有選錯地址 這裡真的應有盡有 應該是這個色 很近一點 快點快點快點 我想要剪刀 還有膠紙 因為這件衣服 是要剪的 雖然它已經是一個背心 不用剪走的袖 我平時在家裡 都經常做這些 耶耶耶 姐姐 因為我喜歡穿Crop Top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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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換了 應該差不多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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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拿這個橡筋 是紮一半的 我都不用那塊東西 都好像 我張圖沒有顯示到 我的褲子是多短 其實我可能是長褲來的 我覺得小孩子是穿短褲的 下去 我們下去拍了 時間不多 現在最難堪的是 出門後才發現自己穿錯褲子 我粉紅色的衣服 但我對褲子是綠色的 被我找到了 有些黃色的枯葉 高低角度 等一下 我有點不知道在看哪 我當時會 媽媽 媽媽 我的眼睛要半開合 半開合 我可能反了眼 抱歉 抱歉 媽媽 媽媽 很累 原來最難的部分 不是找衣服 當我很招職地說 100元 找完衣服 還有錢證之後 我發覺我應該要拿20元 買個小風扇 太熱了 而且要遷就那個角度 算是太困難了 希望這場可以 你會幫我撿到可以的 對 到時撿肥 到臉 還有 懂得調整一下 這場應該要遲